而且他也在這個推進新境界的動作的同時 為台灣文學下了一個基調 也就是社會寫實的 也就是光白已成的這些基調 那這個當然跟他本身在政治活動中的活躍是有關係的 那在第三點就是賴盒也是一個 他不只是一個創作者 他同時也不斷在進行文學運動 那這個運動比方說媒體的 比方說體系後製就是一些交流的 那這些我們可以稱之為文學教育的那個 文學教育或文學推廣的工作 奈何也不遺餘力 那因為他本身是一個創作者 他又是一個教育者跟推廣者 然後他有能力 而且他也實際去做了工作 讓台灣文學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而同時又定下偏社會主義的基調 這些都是為什麼我們可以稱賴盒為 台灣的左翼文學的奠基者的原因 那除非我們又要回過頭來討論什麼叫做左翼文學 否則這句話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我們如果說比較進一步的來看賴盒這樣一個作家 我們基本上把他的創作的歷程分成兩個 以193年為分水嶺 之前是比較負批判性的 比方說這首《覺悟下的犧牲》 比方說他很有名的南國哀歌 還有一些小說的作品一些比較尖銳的 直接面對社會現象的那些作品 那這個階段的賴盒 從1925年一直到1931年的賴盒 是非常戰鬥的賴盒 非常批判的賴盒 那到了31年之後到35年 他寫的一些文章 那個色調上灰色非常非常多 然後他非常常寫的那種就是一個知識分子 然後他就是被現實所破 最後就只好沒有這麼堅持他的理想 他甚至可能會跟過去的同志產生的距離 甚至好幾次的出現在小說中 或許就是賴盒自己的寫照 或者他看到他的同志們的寫照 就是可能淪落在煙花場所中去變成一個 其實非常典型的中國文人 那就是說有志男生就開始喝酒 然後開始走妓院這樣 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中國文人的那種 抒發他的苦悶的方式 那賴盒在1931年到1935年的作品 就非常帶有這個妖妖 那其實他 我剛剛提到就是說賴盒 作為一個奠基者的三件事情 第一件是他 以他親自的創作 把臺灣學帶進新的境界 第二個是他為這個境界注入新的 那不算新的 就注入一個基調就是光環弱勢的 第三個是他的推廣的教育工作 第四個他堪稱為奠基者是 他的前後兩期的創作風格 事實上也為後來的作者定下典範 就是一個是批判的 一個是戰鬥的 就是勇往之前的面對社會現實的 另外一個是反省的自省的 思考知識分子在環境中的窘境 思考當知識分子有智男生的時候 他心中的苦悶是什麼 他怎麼面對那個苦悶 那經由這種苦悶的反省來檢討 就是臺灣人在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是不是應該要怎麼樣調整他的態度 那這兩個基調就是一個是戰鬥的批判的基調 跟一個反省的自省的檢討的基調 也是為後來的作家立下典範 所以從方方面面說 就不管說從奈何自己的創作能力 不管說從他的那個在教育推廣的活躍度 以及不管說他自己作品的屬性 都的確為臺灣文學尤其是二三零年代 我們所謂的左翼文學立下一個非常好的基礎 那當然啦你要說萬一沒有奈何的話 我們會不會就變得非常非常不同 說實話也不會不同到哪裡去 就是說可能方向上跟程度上會有小小的變化 可是那個基本上時代的趨勢就是這樣 你要變一奈何來 可是有奈何跟沒奈何還是有差別 因為奈何有奈何的風格 奈何有奈何的程度 還有他的天賦 他的確建立了別人所不能建立的攻擊 那最後呢 所以我很想要問一個問題 可是我們可能沒有實際 這個問題是我本來很想問的 可是當我們在談左翼文學的時候 我剛剛講的就比較清楚 他必須是宣揚馬克思主義的 他必須是跟共產黨的主持有關的 他必須是強調階級鬥爭的 這個是很明確的 這個是當時的 不管是日本 中國 還是我們在談台灣的左翼文學 我們覺得是我們的定義 但是現在 當下 就是兩千多年的現在 我們對左翼的定義已經不再是那個樣子 就是對左是何謂左何謂右 已經不是那樣子的 我們不再 至少一點就是左不再直接的 跟馬克思主義以及共產黨 產生這麼緊密的連結 已經不再是 所以在當下 在現在 如果說現在我們講到 2010年 2010年的當下 如果說台灣有主義文學 那他會是什麼 顯然不可能是共產黨文學 因為整個趨勢已經不是那樣子了 顯然也不是必須要電視在馬克思的 那是什麼 難道 就是比方說我們 我們來寫一個惡靈的故事就算嗎 難道 只要講到弱勢就算嗎 還是 因為當時 就以前啦 以前的左翼文學 他不只是講到現狀 他還指明一條路 而這條路就是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的路線 他不只是提出病狀 他還告訴你出發 當下如果現在 我們要有左翼文學的話 也是一樣啊 你不能只講問題不對在哪裡 你要告訴那條路在哪裡 那其實現在的左翼 左派我們說的 他其實沒有這樣的 至少在文學上 沒有這麼鮮明的指出一條路 我們該怎麼不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啦 如果要說沒有左翼 現在才叫沒有左翼 2300代 我認為啦 至少當時相較起來 是比現在 我們的 有左翼文學很多 雖然那個很多 還沒有到 到 到 很多很多的那個 中國和日本的那種很多 或者是像法國那樣的很多 那比方說 在談到法國的左翼文學的時候 就非常清楚 有些學者就會說 他是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後 尤其是在俄國的革命之後 在全世界領域裡頭 新奇的 以這樣子的思想指導下的文學 這在歐洲就是非常明確的定義 所以顯然台灣 230代沒有 現在也不可能有 所以我的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那如果我們勢必不能有 這樣定義的左翼文學 那麼台灣會有一個什麼樣定義的左翼文學 還是台灣就是沒有中英文學 就是那個歷史的 有機會有的那個歷史已經過去 然後未來有不可能有這樣 這是我最後最後的 本來想要討論的 可是沒有時間的 這是最後的一個問題 那接下來就請小巴跟我們來分享 我們中科的事情